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的东条英姬最后被绞杀 而意大利的莫索列尼直接被枪毙 一同被杀的还有自己的情人 而下面这位更加凄惨 其次十四岁成国家元首 亲战十四个国家 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五十六岁跟妻子一起自杀身亡 这位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 1889年4月出生于奥地里 其父亲是一个普通的海关职员 而且是老年得子 其出生时 父亲已经是五十二岁高龄 当时只有一个哥哥 阿洛伊斯希特勒 为此 父亲从小对希特勒就非常大的希望 希望其以后能够成才 为此在父亲退休后 还花费重金 将其送到林祠去上中学 希特勒的父亲 希望以后希特勒可以成为一个公务人 跟自己一样 但使年幼的希特勒却对艺术感兴趣 希望成为一个画家 所以学业上很不努力 中学都未能顺利毕业 在一九零五年 十六岁的希特勒成为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开始对政治感兴趣 而父母相继去世后 希特勒因为穷困 日子非常艰难 当时奥雄帝国争饼 为了逃图兵役 希特勒逃到了慕尼黑 在慕尼黑希特勒不得不以乞讨为生 后来以卖字画为主 日子十分的艰难 而正是在这一时期 希特勒开始憎恨犹太人 到一九零九年 希特勒实现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开始从事素描画和水彩画创作 境况有所改善 而到了一九一四年 二十五岁的希特勒被争入伍 成为当时德国步兵团 第十六团士兵 此后参加了伊普雷战役 索友和战役 阿拉斯战役等 因为作战勇敢 还获得了两枚十字勋章 而在战争中 希特勒受到化学武器攻击 差点失明 大腿也被打伤 而到了一九一八年 德国战败 希特勒被关进战斧影 出来之后 在一九一九年 三十岁的希特勒 加入了当时德国工人党 当时的德国工人党只有九十六人 而一战后德国受到极大的压制 工人和底层百姓阶层 普遍对政府不满 为此 希特勒凭借自己出色的演讲口才 不断发动集会 游行示威 扩大德国工人党的影响力 逐步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的领袖 在其领导下 德国工人党不断壮大 到了一九二零年 德国工人党已经是德国政党中 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者都要归功于希特勒极具煽动性的演讲 到一九二二二年 希特勒发动向柏林进军运动 希望通过学习意大利莫索里尼 而夺取政权 为此还在一九二三年 发动了暴动 但是最终失败 德国工人党被取缔 到一九二五年才重建 希特勒建立了一支几十万人的武装团体 冲锋队 准备随时夺取政权 而且此时的希特勒开始法西斯化 在党内绝对的独裁统治 加强个人权威 其自称为元首 不论是谁都要向元首宣誓效忠 建立了法西斯的政党 而此时德国经济下滑 百姓更加不满 希特勒抓住时机 批评德国政府的软弱无能 并且承诺改变德国人生存状况 为此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到一九三三年 德国工人党上台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国家元首 正式建立法西斯准权 而此时的希特勒年仅四十四岁 希特勒上台后 就开始全面法西斯化 同时开始获军备战 要一雪前耻 统一欧洲 为此将德国军队扩大好几倍 国内经济全面军事化 到一九三八年直接占领了奥地利 杰克斯洛伐克等国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动入侵波兰的战争 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此后先后攻占十四个国家 几乎统一西欧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 希特勒疯狂进攻欧洲 而且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短短五年时间杀 害了六百万的犹太人 而且战争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光是当时的苏联就有三千多万人死伤 十分凄惨 而在斯大林戈勒战役之后 希特勒的帝国开始崩溃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在德国柏林总理府的地下室 希特勒和他的情人艾巴布劳恩完成了婚礼 正式成为夫妻 到四月三十日 苏联军队提枪攻占总理府之时 希特勒和妻子在地下室开枪自杀身亡 一代战争恶魔 就此隐名 享年五十六岁 而跟其结婚三天的妻子 也一同自杀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还原历史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